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从小就跟着养母去吃素念佛 刚刚成年养父母又去世 那些亲戚失谷未寒就开始算起他们家里那点家产田地 他就心里生起一股艳离 感到无常 没有意思 就生出城之星 他就索性把这些田产都分给他们的亲戚 自己出家了 出家以后在个寺院里面每天都是任劳任缘的干 他说自己没有读过书不识字 不会讲经说法 那么只能说吃别人不吃的 做别人不做的 他才能够赔福报恩 42岁的时候呢 他师父同意他上山闭关苦修 闭关是要有福报的 他有这个福报 那个时候的闭关呢 不像我们现在的丛林道场 还有官房给你住着 专门有人护持 他就是背了十几斤的粮食和简单的衣物 就上山找个隐蔽的山洞住下来 十几年不下山 那么老和尚怎么修行呢 打坐 这是生业 念佛 这是口业和义业 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 老虎护法呀 猴子送饭 都是跟天地万物自然的一种感应道交吧 他的定力升到什么程度啊 有一次打坐入定了 结果上山呢 有一个打柴的侨夫发现了 这既没有呼吸 心也没跳了 脉搏也不跳了 就以为死了 跑到山下面的成天寺呢 就给他的施工 叫转成老和尚的报告 那转成老和尚也拿也不好 赶紧呢 给红一法师写了一封信 让法师赶紧来鉴定一下 这个广青老和尚的生死 因为红一法师当时正在伏见红法 就写信劝住他们 千万不可以贸然涂批 就是不敢赶紧烧了啊 说等他回来再说 后来红一法师来到成天寺上山呢 他到广青老和尚入定的地方一观察 就叫他是入定了 在耳边呢 轻轻的这样 三弹指 老和尚就出定 这一次入定多长时间呢 四个月 所以红一大师还赞他说 像这样甚深的禅定功夫 说古来大德都是稀有难得 老和尚呢 后来常居在台湾红法度中生 一生呢 唯以劝人念佛为本 九十五岁的时候呀 欲知识智 跟他的弟子说他要走了 把这个后世安顿好以后 还回到台湾高雄的庙通寺 每天日以介意的念佛 他的弟子后来有写文章回忆道 说 老和尚的那种 就是每次都使尽每一口气 恳切呼唤阿弥陀佛的念法呢 一般人根本就跟不上 没有那个气力 大宗伦班念佛 跟着他大声念 而且还念的这个生死 历劫 胸口闷痛 弟子们还说 说我们念 你听就好了 上这么大岁数 不要念了 老和尚一眼瞪过去 说个人念个人的 个人生死 个人念 特别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广老 往生前表了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法 什么法呢 他一辈子专门叫人念阿弥陀佛 突然在往生的时候 让弟子们说 你们给我送大藏经 弟子们也着急 说大藏经 厚如烟海 到底送哪一步呢 老和尚就是说 你会送什么就送什么 赶紧给我送 通通送 然后有的就送金刚经 有的会背心经 有的送地藏经 反正就一步接着一步地送 在这种生死关头 发现这个最短的心经呢 都送得不顺口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老和尚还轻轻地一笑 然后在大众的这个送经声中呢 继续念他的 南无阿弥陀佛 一句又一句的大声念 一点就没有干扰 临终往生的时候 哎 做了这么一场到位的表演 他表了一个什么法呢 就是说净土是总持法 三藏十二部教典 都含藏在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之中 让弟子们送大正藏 他只念弥陀佛 哎 这个给我们可以说 是无限深远的一种启示吧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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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